下一個我從來沒拍過的主題 就是讓大家決定我今天的一天 不如我... 我給你兩個點一下 想怎樣? 我穿衣衣服 蛤 這個這個這個 什麼啊 不出來 OMG 神經病 你懂得很死亡嗎? 要我做錯了什麼? 應該說要玩這個什麼 真的要玩自己 你好,EJ입니다 我現在人就回來香港 就忽發其上 突然想到可以拍一個我從來沒拍過的主題 就是讓大家決定我今天的一天 首先呢 我現在就拍GET READY好 就在考慮要穿什麼衣服 那就是這兩套啦 第一套呢 就是 傘色的西裝衣服 然後加件白色的湯 還有一個灰色的西裝褲 第二套呢 就是深綠色的冷衣 配襯衣 然後一條卡奇色的短裙 剛剛就拍完Story 準備鋪上去 那現在呢 就等五分鐘 然後我想說呢 剛剛在我拍的照片的時候 就來了一個快點 是現在等著 我們就來開箱 這樣一盒的Case 放在手機帶 超可愛啊 是Gummy Bears的手機帶 然後另外一款呢 就是 鋪一點點 濃一點的 黑色深深 除了串珠的手機帶之外 另外也還有一款 是承索的手機背帶 打開呢 就是這樣的 這次選了兩隻 一隻呢 就是貓貓 是鏡面的 可以方便 平時拍攝或者外出外 隨時查看自己的樣子 有沒有摺到菜 在牙齒 或者唇膏有沒有黏到牙齒 很尷尬的 然後呢 另一個就是 今次升級版的impact case 它是通過了2.5米的防縮測試 我之前也有用Casedify的殼 但是相比起 這個是 無論厚度 還是它的重量 都比以前輕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這兩款手機殼 都是有MagSafe的功能 然後我覺得它很貼心的位置 就是 它兩款都是旁邊 有一個洞 可以給大家掛的吊色 我都留意到 現在很多人 是連手機殼 都會常常換 是視為其中一個表現自己的identity 所以今天 我們都來幫手機換衣服 就問問大家 到底我要用哪一個洞 這兩條都很漂亮 我真的完全加不下手 據說呢 這兩條都一起買 在等著的同時 我們就來看看剛剛衣服的比例是什麼 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但是呢 都是我邊多一點的 我就換完衣服再回來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看 phone case和手機帶的結果 如我所料 貓貓勝出 哦 竟然是 黑色那個 我以為大家都會喜歡 可愛一點 顏色一點 顏色一點 信從這個文意 在手機帶包裝裡面 就會附送一個這樣的strap card 把它這樣 穿過底下 充電的洞 然後一扣 就可以了 走開的時候 就可以做其他事情 可以解放雙手 非常方便 而且我覺得它很特別的就是 平時在街上看的手機 因為是正式 通常是布 或者是膠 那種 這個是 珠珠 比較有個性 可以用來襯衣服 襯回 這阿興那些 Y2K Foam 塗上的 就可以真的出門了 你這個不行 你現在的唇色太平常了 想怎樣 不如我給你兩個 我來 她突然間很興奮 在哪裡 她現在開始排山倒海 但她跟我的湯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這個 我知道 你們要這樣的 原廠湯是這些 OMG OMG 神經病 神經病 紫色 大家 全部都沒有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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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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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人一點 哇 其實叫 螢光巴鼻粉 你給你粉絲 我做錯了些什麼 媽媽 用獨自 VS 死亡螢光粉 好了 你懂得很死亡 這個 這個 我說要玩這個什麼 真的玩自己 她現在看著那個鼻子 我告訴大家 我最近做了Crestle Colour Test 我的Worst Colour是橙色 她叫我們千萬不要放任何橙色的東西 然後 5分鐘了 5分鐘了 7比3 7比3 淡色30% 麻煩你寫了你原本的 你不要想要cover ok OK 嗯 想想 嗯 不是 我在螢幕上 只叫了自己的嘴 螢光 會不會笑得太開心了 今晚出街 不怕找不到 我們現在 真的要出門了 終於出門了 出去再說 現在快到了地鐵了 因為想送各一份禮物給我爸爸媽媽 昨天已經搞好媽媽的禮物了 所以現在趁有一點空氣 就去銅鑼灣選擇爸爸那份 Let's go 對 剛剛 香港男人的禮物 真的很難買 想了很久才能找到兩個選擇 一個 就是 她有Apple Watch 所以想著 買一個標題給她 可以根據 ocations 去換 第二個 就是因為她喜歡Batman 所以就去看 Finger Finger 又要去看 這個 commanded 是真的嗎 Diten G 所以說 決定不想買這個 現在是我的 零 TCP 現在來有尖沙咀這邊,因為要去弄頭 你想斜音還是放音? 有些人說我有音好一點,但有些人說沒有音 我覺得用耳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要梳回收音 噴回收音,然後揉他去床 不然又會換一波 對,我已經分這條格太久了 請你鋪過來問一問 新右流海的門 髮質很好 現在是同票 50 50 我自己也很難決定 完成 完成 剛剛還多了一個多年紋 炸不炸就好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去比較廣風的街牌 最後就決定 新外、流海和炸 可以休閉 大家 現在時間差不多1點了 我終於回到你家了 想說今天全日都沒下過雨 在我們一出街打算去拍照的時候 就突然間 超級大雨 也有一點狼狽 不過幸好最後都順利地完成了拍攝 因為打了雨 因為我的頭髮都很直 大家都看到我今天全日的行程 都是揹著這個手機帶 我基本上沒怎麼關心過它 它是比我想像中更加堅固 就算你怎麼走 怎麼搖 它也是很實際 而且這樣揹著它 其實也挺方便 很多時候拍攝的時候 沒想到這麼多東西 電話就會這樣塞 不知道塞到哪裡 但是今天全日有一條帶揹著 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真的非常方便 一拿就拿到出來 除了我選的這個款式之外 我知道他們這次都推出了很多新款式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而且還可以裝備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上Kistify的官網 選擇有沒有適合自己的心水 今天也很感謝大家陪我這樣玩了一天 今天這樣一天下來 發現原來用這種方式 跟大家有interaction 也是挺好玩的 所以可能接下來三萬訂閱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有推薦什麼公約想我做 就是可能其他的challenge片 或者是開一個live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以後也會更加想 去update我的IG或者story 那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很快在下條片再見 安妞